好恐怖 一个紫鼠一行来到窗外 只见他打开窗户 伸出了一根无比细长的舌头 舌头无限延伸 钻进了这孕妇的被窝里 而孕妇察觉到异常睁眼一看 腹部居然渗出了鲜血 他吓得赶紧开灯 结果一拉开杯子 舌头居然在不停吸食着自己的孕度 他赶紧拖着身去爬下床 但这长舌怪却搜地爬到了天花板上 孕妇惊恐万分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对方将长舌伸进了自己的肚子 而此时邻居听到惨叫 立马冲到家里 孕妇也利用碎玻璃划伤长舌怪 将旗下的撒腿就跑 等到邻居赶到房间 孕妇已经晕倒过去 长舌怪也早已不见身影 没多久 警察大帅接到报案来到现场 看着长舌怪的血迹 从地上喷倒天花板再拖到窗户 他怀疑凶手肯定是从这里跑 但窗边那四根立爪的痕迹 已经树上的爪印 让大帅感觉到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他们对邻居进行询问 但对方根本没有见到凶手 此时另一位警员叫醒孕妇 但对方却不停说着长舌怪 警员一听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多久丈夫赶回家 坐着救护车将老婆送到了医院 警察大帅为了查明真相也赶了过去 医生表示孕妇虽然保住了胎儿 但养水却只剩一点 他们怀疑是有人吸干了养水 而且孕妇虽然没有大碍 却好像被注射了某种镇静剂 到现在都神志不清 谁知这时丈夫来到病房 他叫走看守的警员 转头就打起了电话 太吓人了 这丈夫电话打着打着 却忽然变成了怪物 因为有孕在身的老婆被人伤害 他想请哥哥查出凶手的地址 看来丈夫似乎知道谁是凶手 到了晚上 先前从孕妇口中听到长舌怪三字的警员 却忽然做起了噩梦 看到一只长舌怪冲到了自己家里 原来在他小时候 奶奶曾讲过长舌怪的故事 说他们会吸食孕妇独中的胎儿 但警员根本就没有见到过 可现在有人提到 他不禁感到一丝害怕 等到第二天 孕妇从昏迷中苏醒 警察大帅与搭档想去问出个事发经过 但对方却不记得任何事情 只记得自己被肚子痛痛醒了 而且对于医生说的镇静剂 他也根本没有注射过 就在案件一头雾水时 警员找了过来 他将长舌怪的故事告诉大帅 而这也让案件找到了突破口 身为怪物猎人后代的大帅 立即回家查阅祖宗留下的怪物笔记 发现了关于长舌怪的记载 表示他们会吸食孕妇的胎儿 以来让自己严寿 而且他们的舌头拥有镇静剂的毒液 这就解释了孕妇为什么记不得任何事情 等到孕妇出院回家 大帅认为长舌怪肯定还会再次行动 便立即派警员去其家外蹲守 与此同时 丈夫找到了凶手住址 可以开门 居然是个老阿姨 对方一脸惊讶 丈夫也随之冲进屋里警告对方 让其离自己的老婆远点 原来这凶手是丈夫的妈妈 对方以长舌怪的传统为友 长子要放弃第一个孩子 让自己的母亲 稀释以来换取长寿 可丈夫虽然身为家族一员 她却不想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想让自己的老婆 因自己受到伤害 她不顾母亲的祈求 甩手就丢给对方机票 让其赶紧出国 远离自己和家人 看着走远的儿子 母亲悲伤欲绝 却不知 要有大事发生 这婆婆也太狠毒了 身为长舌怪的 她为了让自己严寿 居然想吸取而媳妇度中的胎儿 她来到媳妇家外 表情更是一脸凶狠 只见她走下车 瞬间便伸长舌怪 一溜烟的就爬上了树干 这可把在屋外蹲守的警员看待了 此时儿子刚回到家 长舌怪毫不留情的 就立马发起攻击 将儿子直接打晕了过去 接着她便回原样 走进了媳妇房间 对方一脸猛逼 她却释放镇静气体 将其迷晕了过去 接着长舌怪掀开媳妇衣服 再次便伸长舌怪 将细长的舌头 伸进对方肚子拼命吸取 而此时警员来到屋外 看见了倒在地上的男人 他赶紧撞开房门 上去检查对方情况 忽然警员听到楼上传来声响 他立马冲了上楼 却看到长舌怪正 蹲在女人面前不停吸食 可对方一发现她 就猛地扑了上来 警员拼命挣扎想着逃跑 但被长舌怪一把抓住 划伤了面旁 就在他要被吸食时 警察大帅及时赶到 崩掉了长舌怪 看着长舌怪死后变成人样 警员整个人都给吓得说不出话 大事安慰他 说凶手只是个人类 根本不是什么怪物 但警员还是精神崩溃 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一段时间的治疗下来 虽然他表面看上去恢复了神志 也说自己眼花看错 但等没人的时候 他依然能看到长舌怪 朝着自己扑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格林第三季第十四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